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会演测评栏目 几个月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珍宝C705PA桌面音箱 当时视频发布以后,我记得有条这样的评论 那么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 705的价格大概是在3000块钱左右 不能算贵也不能算便宜 但是这样的价格也不足以支撑 它会使用双独立功放设计的哈 那么如果说705是入门级别或者是阉割版 那么709就是旗舰监听级别了 几乎是珍宝有缘音箱里面 集合最多功能性能最佳的产品呢 因为709实用的就是左右声道独立AB类功放设计 当然它比705还多了一些更实用的功能 音质表现也必然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705你还不满足 那么今天再来看看709是否能打动你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设计 依然是简约大方的北欧风设计 两侧弧形腰骨箱体 造型简单却又不是独特 它的机身会比705稍大一些 但是由于是偏纤细型的箱体设计 所以放在桌面也不会感到非常爱位置 我们这次收到的709是纳多灰的版本 它还有阿瓦龙绿、磁气蓝以及金属黑 三款颜色选择 音箱表面采用了钢琴烤漆的工艺处理 看起来既高弹又大气 那么转到音箱的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主副音箱都带有导向孔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可以让箱体类的空气更好流通 有助于提升声音输出量感 所有的接口主要都聚集在主音箱上 拥有USB、铜轴、光纤输入 另外为了照顾最近复兴回潮的黑胶玩家 它还类置了MM畅放电路 可以直接连接黑胶唱机 想要进一步提升声音效果的话 也配备了专门的低音泡输出 如果你实在嫌弃有限时太麻烦的话 你还可以通过蓝牙无线连接 709采用的是蓝牙5.0方案 在传输稳定性和质量上的问题均有保障 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到709采用的是双独立功放的设计 所以主副音箱都是独立供电的 也就是各自插入电源线之后就能自动连接 而且它还是真正的TWS音箱 主副音箱之间不需要喇叭线传信号 它们支持无线数据传输 传输采用率高达9624 媲美CD品质 能够做到两支音箱的输出都精确同步 当然了709也保留了有线连接 以满足HiFi发烧友们的更高要求 那么究竟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的区别大不大呢 现在我们先来把音箱连接起来 看看它的声音效果如何吧 南亚输入下音响有限后 5点激动 无线连接的声音差异性不算是很大 也许是还没有练就成发沙有门的金耳朵吧 个人觉得如果是怕影响桌面美观的 完全可以使用无线连接 音箱的解析力很出色 身体处理的还算是干净 人声也够清晰厚实加上量感输出充倍 所以听音乐的那种沉浸感很容易就上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时间都暂停 踩上后绝爱 模糊过零距离 连时间都暂停 709的USB口是采用了独立的9624音频采样率高性能解码芯片 切换到USB输入之后 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了声音质感的提升 音乐也呈现了更多细节和层次感 简单来说就是失真感更低了 听起来更加自然真实 所塑造的生产也更加有规模和深度 沉浸感是有的 想必用来玩游戏也是十分不错的 近乎贵一倍的价格提升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了 在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也充分体现着709的用料十足 比如公放采用的是原装东芝对管 主副音箱各自的有效输出功率可以达到80瓦 且是由大功率线形环形变压器供电的 另外还有独立的电子分屏系统 采用high-end级别的DSP芯片 可以解码9624高彩样率音乐 我想就不用多说了吧 刚刚的视听已经充分证明它优秀的声音表现了 根据珍宝官方人员介绍 709的评响曲线宽且平直完全达到了监听音箱的要求 打好的重播能力跟喇叭单元的配置也绝对离不开关系 在单元配置上 709采用了1英寸的大折环黑色丝膜高音单元 拥有干性韧性强的特点 而低音单元的尺寸为6.5英寸 音盆的橡胶边全是天然橡胶加工耳城 拥有更好的弹性 另外音盆也采用了熟悉的HCC硬追盆技术 以及LDS长冲层金属相位塞 以保证中低单元可以带来更出色的动态表现 我们之前介绍过不少尊宝的桌面音箱 那么就配置来说709无疑是所有产品里最为拔尖 还有功能最丰富的 那么7990的价格确实也不算便宜 但是对比同样是HiFi级别的音像品牌 它们的有缘 监听音箱价格动辄上万来说 我个人觉得709的价格算是十分公道了吧 其余就是声音还有实用体验了 709的声音可以达到监听音箱级别 实用场景丰富支持便利的无线连接 说实话很难找到它还有啥致命的缺点了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话请给我们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节目